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四種音樂的組合,請問最原始的是哪一種? 打擊樂是最初級的 打擊樂以後才會進入怎麼樣? 是弦樂還是管樂? 管樂 因為管樂的聲音接近我們人發出來的聲音 弦樂距離比較遙遠 然後弦樂 最後才怎麼樣? 管弦樂 基本上腔調最早的音樂只是打擊樂 那麼這個地方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打擊樂、它的伴奏音樂 是用一塊枣木 把它在演出的時候敲著這塊枣木來伴奏 原始到什麼程度? 演地方小戲 兩個人在那邊踏搖 伴奏的人就拿著一個這樣 喀喀喀喀喀喀喀在那邊 跟著他們在演 可是這種節奏也好 可是這種節奏也好 他所唱的那個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唱腔 歌唱者唱腔 歌唱人唱腔是個性強 但是地方的腔調是當地人共有的 所以它是有一種共性 地方語言的共性 地方語言旋律的共性 反應在腔調 腔調的個性 呈現在歌唱者的唱腔 但唱腔一定要以什麼為基礎? 以腔調為基礎 懂得關係沒有? 這中間的關係要弄清楚 所以民間就稱呼這種腔調 叫幫子腔 這幫子腔 因為原生的地方 是在黃土高原上 黃土高原上 請問各位 地理環境有什麼特色啊? 一望無影 地是高 所以呢 長風煞煞 你要溝通 你要溝通 一定要 欸 長風煞 要拉很高 要拉很長 所以它就 一種 高亢 高亢 強阿有力的唱腔 他的樂器 幫子 轉化成為 後來打擊樂 請問 是 像室內樂那樣的 拿著一根小棒子的那樣 扁骨那樣 抖抖抖抖抖抖 進去西北一帶 就是陝西三西做過 幫子腔的調查 他們研究我看 哇 那個耳朵啊 很糟糕 像這樣幫子腔 他生命力強得很 他就由 陝西 變陝西幫子 再往東 山西幫子 河北幫子 河南幫子 山東幫子 你看整個華北怎麼樣 很少一空 而且每道一個省份 都分好幾個支牌 支牌 支牌 所以幫子腔系統呢 就審存近代腔調 一個非常重要的系統 第二呢 就是 由這個 剛才我們說的 明代五大聖槍啊 最原始的 溫州槍 但是他的獨立性少 所以被 一般都說四大聖槍 四大聖槍裡邊 可以分做兩個主具 一個是海人槍 和昆山槍 一個是 一陽槍 和一窑槍 這兩個不同的 類型的主群 這兩個類型的分野在哪裡呢 在 一陽槍和一窑槍 是廣大宿民百姓的 是屬於俗的方面 他們是往低階層的左向 俗化 方便發展 海人槍 海人槍 是 和昆山槍 是往亞的方面發展 起先 起先海人槍 受到 讀書人喜歡 後來 昆山槍 因為有幾個大音樂家 像衛良福 梁春雨等人 所以 他就超前了 海人槍 反而衰落 而這個一陽槍 和一窑槍 後來一窑槍 衰落了 那個 雅鼠裡面 的代表性的 雅 是 昆山槍 鼠是 什麼 一陽槍 那一陽槍 鼠就和幫子槍那一方 系列靠攏 所以呢 他也變得更高 因此呢 乾隆年間以後 這個 這個一陽槍呢 就被改稱為高槍 所以高槍槍系 其實就是一陽槍槍系 乾隆以後的 稱呼 那這個高槍槍系 那這個高槍槍系 一陽槍的這個 後衣 在北京裡邊 又由於王府 諸王的王府裡邊呢 他們呢 喜歡 就在北京 精化 精化 精化就是用北京的語言聲音 精化 那由於他是貴族 喜歡的 所以就把它叫精槍 所以各位注意 一陽槍槍 高槍 精槍 事實上是一物之三種不同的藝名 這個不弄清楚啊 常常會有人就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 幫著槍 高槍 昆山槍是 由於文人的主持 也是 在民間呢 文人為戏 流播到民間 民間富永豐雅 但是 他也被俗化了 所以一陽槍也流播到各具種裡邊俗化了 他也變成 清代以後的地方槍調的 一個重要之息 好 我們又要回顧 那個偉大的 幫子槍 幫子槍 剛才我們說橫掃華北 他難道不會往南流嗎 當然也會啊 所以他往南流 幫子槍往南流 流到了四川 他呢 在樂器上 和 在北方的 用那個 民間小調做載題的 民間小調做載題 用管樂來 吹作的 叫吹槍 他就變吹槍了 往四川的呢 他就 用浮琴槍 弦頁 來辦做的 叫 琴槍 各位注意這個琴是浮琴的琴 它也是什麼呀 也是這個幫子槍的變體 變體的緣故 就是 它的載體 載體的關係 浮琴槍用的 浮琴槍用的 就實戰體的 而這個 而這個 吹槍用的 就是 小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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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蒙古時代 成吉思汗 和底下 他的幾個兒子 到處征法 現在的匈奴人 毫無問題 就是 他的獲益 我到熊愛里一看 他們跳的舞 大概就我們 蒙古北邊的 那種舞蹈差不多 那這個呢 同樣的 幫子槍流傳到 湖北的襄陽 注意 湖北的襄陽 他 和當地襄陽 結合在一起 就叫 襄陽調 湖北又是 楚國的 主要領域 所以又叫 楚調 一物之義免 那有些人就說 這個襄陽調 是從我們 湖北的西邊 傳過來的啊 那襄陽一代的人 把那個曲子叫匹兒 唱一支曲子 唱一段曲子 叫 唱一段匹 唱一支匹兒 所以從西方傳來的樂曲 世上指的就是幫子槍 就叫西匹 所以西匹這兩個字 是 是這樣解釋才通的 是這樣解釋才通的 才合乎他的這個 腔調原流的發展 不要胡說八道 因為啊 講不通就胡說八道 這是很平常的 那西匹 所以就在現在武漢一代 武漢一代 武漢一代 幫子槍又流過 到江西 江西 在明代呢 就有個儀皇 湯賢祖的時代 以皇所流傳的腔調 是從浙江海人傳進來 和這個什麼呢 浙江海人 以皇當地 這個是湯賢祖的時代 融合在一起 湯賢祖就稱呼他為 的儀皇槍 所以湯賢祖 的這個 牟丹廷等戲啊 不是用昆山水磨調歌唱 是用 這個儀皇槍唱的 那個證據非常的確鑿 還有人不相信 包括我的徒弟啊 一定要 不是在台大的徒弟 台大的徒弟不會這樣迷 不凡 他是儀皇槍 可是 到了清代 這個方子槍傳到儀皇這裡 因為他用的載體不一樣 現在載體的觀念知道了 明代用的是取牌體的載體 清代用的是施戰 施戰系的短槍體的載體 它也叫儀皇槍 但是這個儀皇槍傳到了江浙一帶 被寫成四種寫法 再寫 佩倩你再幫我寫吧 寫儀皇 二王 儀皇 儀皇 你更因安而綱的 有儀皇 有二王 有儀皇 有儀王 这四个名词是建文献资料的 这四个名词就是我常说的 声音相接近 叫做声转而变 声音接近 声进产生了错误的变化 在江这一代黄和王没有荷叉音 活龙这里的叉音就像江这一代恩和恩没有分别 你看 以黄 以 然后我们现在江南包括台湾的语音 以是疑 对不对 疑难 疑难 疑 一二的二是什么呀 疑 一二的二 疑 疑 是不是容易写错啊 哪一个简单呢 一二的二简单 民间写的东西越简单越快啊 所以简体字都是从民间来的 所以这四个呢 其实都一样 结果流行最广的哪一个名词啊 阿尔黄 阿尔黄 就被运用了 那有一些学者不知道这种变化 就会要说 从这个湖北有黄丕黄钢 就说这是湖北的黄丕黄钢传过来的 那有的又说 他伴奏乐器有两个黄 把这个黄加成草字头的黄 所以有一阵子都写那个草字头的黄 因为哪一个大学者声音大 大家跟着他走 现在要跟曾荣一走 是奥黄 这两个声调 为什么我们要说半天呢 因为他后来结合成为什么 西匹奥黄 所以西匹奥黄是这么来的 西匹奥黄如何结合 如何在清代几百年之间 亚俗如何竞争推移 今天说到这里 因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你们听我说 我会把你们说清清楚楚 学术就是要调理清楚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